好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思科的全新安全产品线 收购与整合啊 我我这是我自己写的 收购与整合 这是思科这个公司的整体的一个特点 收购与整合 应该这么说 你说什么东西是纯的 纯写思科 就是纯正血统的 可能只有ISR入伍器和 iOS系统 可能只有这两个是真正的纯写思科 其他都算不上 交往基本上算 交往叫catlist 他能叫思科的吗 他是catlist的一个公司的 好吧 ISR入伍器吧 应该叫ISR入伍器 为什么我说ISR不说ASR呢 因为思科最牛逼的 思科发家的是企业级入伍器 是企业级 好吧 不是运营商运营商级 运营商级的入伍器 思科其实并不算什么很牛逼 好吧 运营商级其实算不上思科很牛的 好吧 你要说运营商级有很多厂商比思科流逼 思科成名就是最开始出来的时候 是企业级入伍器 ISR是企业级入伍器 好吧 所以说ISR这条产品线 加上IOS应该是思科 最开始发家的时候的产品 然后慢慢的会有一些企业级 企业级的入伍器 各种各样的入伍器 但最开始应该是 我用ISR这应该是最纯正的这一条线 慢慢的思科通过各种收购 各种整合 然后把各种产品融入到他家里面来 这是思科的一个特点 对吧 所以说呢 当然这也依然会被有些人诟病说 虽然说你看是思科产品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你学思科 你其实学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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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厂商 特别像思科安全一样 那么你学的那是叫思科的一家的吗 那不是 你可以认为你学思科安全 学了很多很多很多家的安全产品 因为他其实很多时候只是贴了一个牌 然后呢 直接就变成思科的解决方案了 那么所以说你其实你相当于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思科的一个整个收购的过程 虽然说六年花了60亿美金 你感觉很多 我在想 如果说这事可以给微软说 微软说这个好像我一个季度就花60亿 微软一个季度不止花60个亿 应该不止 你买一个就是几百亿 思科一般来说的都买一些比较有前途的 一些小公司 思科真的 说实在的一直收购也没有一个超级大收笔 我其实认为思科最应该收购的 早就应该收了 现在可能都要是不好愣了 VM Wells真的应该收了 思科应该下雪本把VM Wells收了 有VM Wells在 思科跟VM Wells一起合作 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 思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没有收 我觉得最应该收的 就是VM Wells 真的应该把它给收了 而且它开始还价格不高的时候 我觉得最应该收的 就是VM Wells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我认为 我说说我的理想 思科还有一个其实值得收的 就是improver 听过吧 improver 那个WAF 那个领导者 应该这么拼吧 我要是想不下了 improver 这是一个世界上领先的 这个WAF 他们家 我觉得他们做网安全 ATI安全这一块 数据安全这一块 也算是比较牛逼的 我觉得这一块 也应该收 WAF那一块 因为思科没有好的WAF 没有 好吧 所以说improver 我觉得应该收 还有一个 前段时间说思科要收 不知道什么时候收 就是现在中国 居然都不让用的 Terraphone Terraphone 这个产品 他们家 他们 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 那个 母公司的名字 我想不起来了 反正就是Terraphone Terraphone应该算是 他最近传闻思科要收 我觉得这还不错 这东西溜逼 我觉得这几个 我认为 是应该思科 应该好好想想的 应该来点大收益 OK 你要知道 我给你介绍一下 就是我顺便聊有 其他东西 就是说 有些人说 我讲课 一直都讲那个领导者向线 像我VIP 从来都讲 领导者向线的产品 有人说 为什么不讲中国的这些 真的没有什么可讲的 特别像 特别像 最近我在 我在研究F5 然后呢 我在研究F5 然后有些哥们说呢 你能不能把F5和 和比如说 AWS上的负载供应器 或者说 谁家的负载供应器 来进行一个比较呢 我说这个玩吧 就感觉 就感觉 你拿一个专业设备 跟一个小孩玩的设备 来比较一样 就几乎就没有可比性 好吧 差距之大 那简直 就是 这么说吧 我要讲 那个负载供应器 F5 那个负载供应器 那个功能 多到 就感觉 就是完全 就是 那个 就是五六天 我讲十天都讲完 就那么多选项 那么多功能 那么多可以调节的细节 但是呢 你会发现 其他普通负载供应器 如果你玩过的话 基本上也没啥 可调的 基本上也就是把它加进来 然后简单的 看看那个负载供应器算法 简单的选一个就完了 对吧 这简直就不是可以比较的东西 你知道吗 就 这简直是两个世界的玩 你说你 你学这种 你让我去讲一些 这种 这种 东西有什么意义吗 对吧 当你玩过F 那种领导者的东西之后 你就觉得这些玩的 我为什么要讲他们呢 这太无聊了 这种东西 好吧 像云也是 当你玩了AWS之后 你再看其他云 就是 你们不就是 操我的吗 操的还操的不好 好吧 就是给这种感觉 所以有时候 虽然说你觉得AWS 可能你用不上 可能你用的是阿里云 但是你看看AWS 你学了AWS 再回来看看阿里云 你就说 好吧 这么回事 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 这就是一种 就是我说 为什么我一直学习说 一定要 引导者向前 真的是那种 领先的东西 你看看别的想法 别的东西 然后再看看其他的 那你就知道 是什么回事了 好吧 就这样说什么呢 就说 我这样说这个 为什么说马卫都 一看你的就是假货 一看你的就是假货 都不用手拿来进去看 为什么呢 因为那哥们 看过很多的好东西 看过很多的真假货 看过真的 看过美的 然后一看你在玩 他就不行 你知道吗 这一点 你要知道 这一点 就是说 你要提高你的眼界 你要看过更多好东西 然后呢 你一看这些东西 行吧 就是这么个意思 你知道吗 所以说 真的 你如果说 你 你学过F5 在看其他的 就说 这个东西 也能叫负载拥气 你就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这玩意 也能叫负载拥气 就这个意思 好吧 抽远了 我们说点其他的 好 我们看 时刻的收购过程 六年六十亿 真的不算多 我认为 不算太多 相当于微软 真的不算多 一路的收购 我来给他说几个 我认为 比较重要的收购 那么应该说呢 在2007年之前 思科还是这种纯粹的经典的那种 网络安全 产品 这个我熟啊 因为在 我04年考的阿姨 我03年 03年开始学的 04年考的 那么那个时候 我给你解释一下 那个时候考安全 又考啥呢 考路由器的防火墙 防控制代表 PIX防火墙 防火墙 有防火墙 防火墙 防火墙没有问题 有防火墙 就防火墙啊 然后呢 3A都 不不考 图形化界面 就只考路由器 这边怎么配 那边就配好了 那时候就考这本东西 思科那个时候 拿出来的产品 就只有防火墙 3A VPN 防火墙 3A VPN 没有了 而且 3A都不考图形化界面 只考路由器 这边怎么配 好吧 差不多07年之前 思科就这个情况 好吧 那个时候 所有厂商都那个情况 你不能说思科 那个时候 就防火墙 IPS VPN 3A 基本上就这些 这就是 那个时代 差不多20年前 的一个网络的现状 那个时候 就防火墙 IPS VPN 3A 这些玩意儿 就是20年前的东西 是当年经典网络时代 的一些安全产品 好吧 好 那么看看思科 这不断的收购的过程 Airport 07年收购的 这是什么 这个是思科 一直以来 还是非常不错的产品 邮件安全 邮件安全 是思科 是领导者 好吧 邮件安全 垃圾邮件 各种各样 邮件安全 是领导者 这是考试范围 还有 wef 他的 不是wef 说错了 网页安全 对他这个 网页安全 不是wef 注意 他这个网页安全 不是wef 思科 从理论上讲 是没有wef的 现在 思科 从理论上讲 现在没有wef的 注意啊 这两个不一样 思科 这个网页安全 是 是你上网 你 那个客户 你访问 网络 互联网的时候 的保护客户的 网页安全 好吧 然后呢 那个wef呢 是我有台服务器 然后呢 别人来攻击我的服务器 来保护服务器的安全产品 思科还没有 并没有什么wef 好吧 所以说 Airport提供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邮件安全 一个是客户上网安全 上网安全 好吧 这是一个啊 这是我说重量极的啊 Sourcefire 这是最重量极的了啊 应该是思科 花了最大的钱 花了最大的钱 收了这个Sourcefire Sourcefire是什么呢 Sourcefire收购 带来几个好处 首先 通过收购Sourcefire 思科就成为了最牛逼的 IPS的产品 就是最牛逼的IPS 就是思科他们家的 就是当年的Sourcefire 的IPS 所以说IPS 现在思科是最牛逼的 你可以看看 您到底想象 而且我在B站 录了一个录像 你们可以去搜一下 为什么说思科的IPS 是最牛逼的 你们可以看看 好吧 我B站有专门录了个录像 来介绍思科的IPS 为啥是最牛逼的 好吧 这也很简单 我理解一下 你看其他厂商的IPS 如果说你们用过 是不是感觉激活就好了 激活就好了 是吧 差不多 基本上IPS就这样的 其他厂商基本上 如果说就玩过IPS 基本上就是激活 点个勾 激活就完了 是吧 但是呢 思科的IPS呢 那有复杂很多 好吧 也有很多 它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所以说这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要学 领导的相线的原因 好吧 IPS 这是一个 然后呢 还有 他们家就是有IPS 然后呢 也有下一代防火墙 就是说 通过他们家 也提供了下一代IPS 也提供了下一代防火墙 然后呢 这个开源IPS Snot 也是他们家的 还有那个Tanos 那个黑客团队 也是他们一波的 就是黑客团队 最牛逼的IPS 是下一代 下一代防火墙 不能说最牛逼的 但是曾经进到 令德的相线 现在又出来了 这个下一代防火墙 下一代IPS 还有Tanos的 这个黑客团队 然后加上开源IPS Snot 这个收购 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 这个是思科的沙香 或者说叫沙盒 就说呢 我比如说我来判断 你是不是恶意软件 你是不是病毒 那这个时候呢 需要一个在沙香里面 进行模拟 我模拟是Windows 什么 然后呢 我来运行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 这是思科的一个沙香 好吧 好 再看 这个收购 Lancorp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收购 这就是思科的Steelwatch 这也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收购 这样的话 它可以 它是干嘛呢 它通过Lightflow 做流量分析的 而且是做安全流量分析的 就是不仅能够分析流量的 波形的协议分布 更牛逼的 它能做安全流量分析 它有一个特别牛逼的 专利技术 叫做能够在不解密的情况下 就是 你看啊 现在这个世界 基本上你访问网站 都是HTTPS的 HTTPS就是用TL字加密的 那么TL字加密 如果说里面有威胁的话 你解不了密 按理说你应该不知道 里面有威胁 它有专利技术 能够给你算出来 好吧 就是它能够看到这个攻击 那么TLS的一些特殊的指标 通过一些数 这个数据分析 然后呢 它能够给你判断出来 就算我不解密 我也知道这个里面有问题 Lancop 而且它是在收购之前 那么以前的AWS上面 做了一些流量分析 也用他们家Lancop来做的 所以这个 这个是斯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产品 OpenLinx 也是斯科一个重要的一个收购 那么斯科的这个 现在它的名字叫Umbrella 那么你可以看看我的进化论都有讲 那么就是后面那个SASI 我们后面会讲SASI 这个云安全解决方案 那个云安全解决方案 其实就由这个OpenDNS CloudLock 那么这几个产品加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 那么这就是斯科的那个SASI的 这个解决方案的一个雏形 斯科云端的一个SASI解决方案的一个雏形 就就主要由这几个部分来解决来搞定的 好吧 这个DU我也讲过 基本上这些我应该都 如果不在政客里面讲 我也在进化论里面讲 我也可能会在斯科服务社区里面讲 我也预告了一下 本周三早上10点 斯科服务社区 我会给斯科服务社区官方来讲 这个ISC3.0的新特性 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关注一下 就直接在斯科官网收服务社区 可以看到我的那个课程的预告 好吧 DU呢是双元素认证 很简单 就是说你输一个用户名密码 然后呢再输一个疑似性密码 就是多元素认证 这是斯科的DU 那么这个也应该是以前讲过一些课 好 这个厂商收服务机呢 就是最近我在 我讲了这个XDR 我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 我给D站 很多东西还是可以到B站上去看看 我给他搜一下 比如说 第五 这个是收购 XDR就是XDR 就是这个收购了之后呢 就是把斯科的一个新的XDR解放 一会我们也会讲什么叫XDR啊 他应该是斯科这个新的XDR解放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组织部分 叫SecureX XDR 然后我再给你讲讲其他的几个 OpenDNS 我看啊 Umbrella Umbrella OpenDNS 就这个 可以看看这些应该都是 我的内部可能访问不了 你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帮你去搜 就是我的那些 你可以到 你可以到VIP点 你可以 你的外面可以访问 我内部可能访问有个问题 HTTP S VIP点QA图.com 可以去看看 里面有很多我的这个公开课 的录像 都在里面 赶紧去可以去看看 好吧 好 那这是一个收购啊 再看看 基本上下面这个图也是差不多 也是这个时间线 只是说呢 它下面呢 做了一些 这个图呢 做了更多的介绍 第一个AirPod 就是网页安全 游业安全 OK 这个ScanSafe 收购了之后呢 是网页安全 就是还是上网用的 上网安全 上网安全 最重要的是 SourceFile 提供了企业级防火墙 企业级IPS SourceFile 是比较重要的 Lancorp 做了流浪分析 流浪分析这一块 然后呢 紧接着就是 OpenDNS 这个 CloudLock 这几个东西 加在一起 就是它的 Source解决方案的一个 几个重要主任部分 Dio是多元素认证 然后呢 这个是XDR 它是SecureX的一个解决方案 后面呢 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呢 都给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 好吧 这是这几年的一个收购 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好吧 现在吧 通过这一系列的收购 再加上4颗原来的东西 那应该说呢 现在思科呢 是 最完整的产品线 就是说拥有最多安全产品的公司 而且应该是最大的安全公司 就是说虽然说有PALOTO 虽然说也有CHEPOINT 虽然说还有FETA 但是在安全这块营收 应该也是没有思科多的 就是思科就只拿安全出来来做 因为思科确实是 在他 他思科是卖整体解决方案的 包含他的数据中心呢 包含他的企业级网络这块 然后呢 他会有全套的 他的安全解决方案也放到里面 所以思科安全这块 也算是最大的安全公司 不仅产品线最多 他的银售也最多的 好吧 好 这是一个图啊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看 它分为几个大方面 然后后面呢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说现在我们安全产品的 几个大品内 好吧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啊 这个图里面是思科 现在的一个最完整的产品线 而且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都跟云有关 我们看看大品内啊 第一个是 最大品内是网络安全 最大品内 是网络安全 这一个品内 然后呢 第二个 叫做用户与设备安全 就是终端安全啊 3A啊 微信啊 这些东西 应用安全 就是保护我们重要应用的 应用安全 最重要的嘛 网络安全 用户与设备安全 应用安全 XJ4 安全的自动化运维 安全管理 安全自动化运维 这一块的东西 XJ 我有专门读书啊 刚才我给大家说过的 才读的啊 XJ4 读了一本书 页页的读的 可以感受一下XJ4 XJ4呢 可以认为是安全自动化运维 安全管理事件分析 自动化运维 这一块叫XJ4 好吧 网络安全 用户与设备安全 还有应用安全 这几个大类 下面呢 我专门给 因为看这个东西太复杂了啊 我觉得 作为一个入门选手 可能你要看不太懂 我下面呢 给你单独提出来 给你看看 有些什么样的一些 安全的品类 安全这一块 斯科利摩的项线 你这项线很近 期待能看能不能近 你不能这么说啊 因为斯科 因为这个Gartner 模拟象限 是每一个单独都分出去的 比如说防火箱 有一个模拟象限 IPS有一个模拟象限 VPN有一个 3A也应该有一个 3A和中东安全 应该有一个 XDR XDR好像还没有 XDR太新了啊 那WIF有一个 邮件安全有一个 SAS有一个 所以基本上 每一个方向呢 都有模拟象限 斯科呢 在差不多在一半吧 我不然说全部啊 一半的模拟象限里面 应该都能进到领导罩里面去 好吧 你不能说 斯科啊 你不能 你不能说 斯科安全 进模拟象限 这个 这不能这么说 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给你分成很多品类 然后单独给你说 这么一个原因 好吧 你不能说斯科安全 斯科安全 多得去了 东西多得去了 好吧 好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虽然说这个图 它这确实是斯科的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那么你们可以细看 但是现在呢 我来先把大类给你分一下 因为今天毕竟是入门 我先把大类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 最熟悉的 就是防火墙 防火墙 或者叫下一代防火墙 那么今天呢 我们会介绍防火墙是什么 然后呢 明天呢 再讲斯科的下一代防火墙的时候 也会介绍一下 下一代防火墙有什么样的特点 防火墙很简单 简单说一下 就是流量管控用的 就说呢 没有防火墙 哪儿都能通 哪儿都能去 有了防火墙呢 就是就限制了 你就去不了那了 它也去不了这了 或者说需要认证 需要做一些控制 好吧 防火墙就写这么一个作用 防火墙 咱们将说 防火墙 咱们日常生活中就有防火墙 它的作用就是 防止一个威胁 从一个区域 蔓延到另外一个区域 是吧 防火墙有这个作用 对网络进行管控 管控 就是反正没有防火墙 哪儿都可以去 现在有防火墙 就是有限制 有些地方就去不了 你没有一定的权限 就防火不了 好吧 IPS IPS呢 叫入侵防御系统 那很简单 就是那种 防火墙 基本上就是说 你可以访问它 你可以访问它的 80端口 你可以访问它 什么端口 基本上防火墙 基本上就是说 我只是管控 它能够访问谁 或者说 一般来说的防火墙 最多能够精确到 某个端口号 你可以去访问它 但是呢 虽然说你管控的 只到了端口号 但是很多攻击呢 完全就是应用级攻击 你只要给我开了80端口 那么这个服务器 它有bug 它有漏洞 那么黑客呢 就可以通过在80端口里面 注入一些代码 就直接能够把这个服务器 给控制住 或者说让它崩溃 那么这种叫应用级攻击 那么怎么来解决应用级攻击呢 就叫IPS IPS呢 就能对这个应用级的流量 的里面的攻击进行分析 看看你是不是威胁 我给你阻止掉 这是IPS 这是一个经典的品类 当然呢 现在你买防火墙 现在你买到的这种防火墙 基本上肯定里面既有防火墙 也有IPS 也有VPN 基本上这三个东西是 现在里头说的防火墙里面 应该都有 好吧 既应该有防火墙功能 也应该有IPS 应该有VPN OK IPS第二个 第二个 VPN VPN呢 当然跟我们这儿VPN跟翻墙 没有什么关系 你看我这个图 最经典的两种类型的VPN 一个就是站点到站点 那么左边是一个站点 比如说北京 右边是个站点 比如上海 那么我们需要通过VPN 把两个站点连接在一起 OK 比如说像我们的实验台 你看实验台 这个NA实验台 确实是在北京的 然后呢 我最近老用的这个F5 实验台 你看F5实验台 不是这个 我手起来了 比如说我用的F5实验台 这个实验台 是杭州的 OK 我们其实 很多的资源都在杭州上面 很多的资源 其实都在杭州 你看 你也不觉得好像 有什么样的区别 好像就跟 这是杭州的 那我一样用 这一样用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NA安全 是在北京的 我也不觉得 它是有什么区别 一样的正常的使用 那么就通过这个VPN 把多个站点连接在一起 就像内网一样 来进行互相的访问 站点站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远程拨号 这个大家熟吧 最近应该今天下午 李宾老师给你们解决的 就是远程拨号问题 你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 通过远程拨号VPN 拨到我们的公司内部来 然后呢 然后呢来访问我们重要的服务器 比如说我们的这些虚拟化环境啊 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内部系统啊 那不就是远程拨号VPN吗 这个大家应该有感受吧 今天你们应该拨过了 好吧 然后呢 还有这个站点到站点VPN OK 这就是经典的 VPN的主要就是进行一个互联 把一个远程站点连过来 把一些远程用户连进来 那么这是一个品类 叫VPN OK 继续啊 VPN啊 第四个是3A 或者说叫身份服务 3A很简单 你播VPN的时候 你不能谁都可以播进来吧 你总得需要个账号吧 你总需要认证吧 你总需要授权吧 你只需要审计吧 认证就是你是谁 授权就是你能干什么 审计就是我记住了啊 我记了你干了什么 就是你你你什么时候来了 你什么时候走了 你你访问了什么 这叫审计 这是3A 啊 这也是安全的一个东西 就是要做认证 你是谁 授权你能干什么 审计就说你干了什么 啊 这就是经典的3A 这也是经典的这个品类 应该说啊 传统时代 就是差不多在2000年左右 那个时候就存在的安全技术 就是我当年在2004年 考安全CCIE的时候 就这4个品类 基本上是最经典的 这4个品类 那是传统时代 留下来的东西 好吧 然后现在看看啊 终端安全 这其实也不能算特别性的东西 终端安全就包含什么呢 终端安全 这是思科的这个 anyconnect 现在他管这个玩意叫secureclient 我们来看看啊 叫做secureclient 啊 就说呢 你可以 他这个Sysco的secureclient 有很多个客户端组成 那么你可以装个微拼客户端 他不微拼号 然后呢 你可以做一个 安装一个网络客户端 他做DOTX的 有线DOTX 无线DOTX的 接入认证 你可以装一个 ISC post 就是客户端 他可以对你做准入控制 这个终端安全了啊 什么要lack 什么要准入控制 就说呢 如果没有lack 如果没有准入控制 只要你把账号输对了 我有账号 我没问题 我是你们公司的账号 用密码 你看我都输得对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进到我们公司内部 但是呢 虽然说 你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虽然说 你知道我们公司的用红密码 但是呢 你可能你的个人电脑 有病毒 你的个人电脑没有打补丁 有漏洞 那这个时候呢 你进到我们公司内部来 会对我们公司内部 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所以说呢 我们要做准入控制 我们要去对你的机器 进行一个检查 然后呢 检查你是不是打补丁了呀 装上软件了呀 等等等等 好吧 然后呢 这样的啊 没问题了 然后呢 你才能够进来 好吧 注意临信任 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临信任 临信任不是一个产品 临信任依然是一个解决方案 包含各种各样的认证的东西 好吧 当然这个应该算是一种 好吧 准入 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Secure Endpoint 是斯科的企业级杀毒 斯科的企业级杀毒 其实也是很牛逼的一个产品啊 就是企业级杀毒 可以对 杀毒 可以杀毒 还有这些病毒处理 还有这个恶意软件 然后呢 还有它专门有一些杀核 云端的杀箱 都能够提供 杀毒 还有一个呢 就是Umbrella Umbrella就是我说了 后面的这个SASI 的一个接入方案的 一个客户端 它你可以认为 它包含了 个人防火墙 然后呢 这个SASI的一个 接入的一个连接的建立 就用这个Umbrella 客户端来实现的 斯科的安全产品 是不是全覆盖 其实 反而我觉得 WIF应该是没有 好吧 其他我觉得都应该差不多 但是WIF应该还是没有的 好 我们继续啊 就是说这是终端安全 终端安全包含 比如说准处控制 杀毒 还有SASI这一块 应该属于终端安全 这一块的东西 终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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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有一个呢 我们先说应用安全 应用安全很简单 就是保护我们的邮件服务器 保护我们的网页服务器 这需要邮件安全的产品 这个斯科有 WIF确实斯科 其实并没有 就是WIF就是保护我们的 我们的网页 我们的网站 那么我们需要保护 那么斯科 谈不上有 但你说IPS能不能保护呢 也行 好吧 凑合也行 但是并不专业 斯科其实并不存在专业的WIF OK 但其实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 其实如果说 因为我讲这个网页安全的课 当然不是在斯科的政客 我在VIP里面有个 一个web应用安全的课 我研究了网页安全之后 其实我发现网页安全 其实就是一个文字游戏 其实你们公司 只要有 只要有一个很好的代码审核团队 那么只要你的在代码 级别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只要有很好的代码审核团队 按照了一个代码审核的安全标准 来走的话 应该说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好吧 所以说呢 WIF其实不是一个必须要有的产品 我认为 好吧 OK WIF但确实没有 斯科是确实没有 但是呢 但是我认为WIF不能说是一个刚需的东西 其实只要你代码审核这一块做的好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OK 什么时候斯科 把PA PA可受不了 PA 是 应该算是现在 算是最有实力的安全厂商 好吧 现在在挑战它的应该是飞塔 飞塔现在在挑战PA 但PA确实算 这方面最有实力的了 我们今天应该会有 PALOTO相应的课 BIP里面 好 然后呢XDR XDR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 我这本读书 其实呢 在XDR之前呢 有 有SIM和SOR 就这两个东西 这没有 等会儿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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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和SOR 这就是没有XDR之前吧 那么管这个玩意呢 叫SIM和SOR 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什么意思啊 这个的主要主要的任务 XDR主要的任务就是SEC OPS 就是安全的自动化运维 就是它能够从网络 从终端 从云 从各种应用里面 收集大量的数据 收集大量的数据和日志 然后呢能够帮你做 关联 就是你想想你一个攻击 可能先要过防火墙 过IPS 过主机IPS 然后到打到应用 那么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连贯的东西 那有很多的事件在里面 对吧 你需要把他们连 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关联在一起 然后做告警 这样的话 才会更有可信度 OK 这是SIM SOR呢就是说 那就说如果 如果出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哇啊我发现有这个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它会帮你评估 然后呢应该去怎么去响应 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以认为这个XDR 是XDR就是包含EDR和NDR 就是EDR就是终端 就是我不仅能够 NDR就是从网络那收集数据 EDR就是终端那边收集数据 然后呢就是相当于就是更新的一种说法 我认为就是这个SIM和SOR的一种更新的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能够收集更多的数据 我们能够对更多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 然后呢我们能够去判断 这个是一个可信的攻击 然后呢我们能够找到解决这个可信攻击的一个更加有效的办法 然后呢要么我们自动化帮你搞定 要么你可以由人工来做一个判断来帮你去处理这些问题 好吧 XDR呢应该说是一种更新的一种SIM和SOR的一种升级的这么一种版本 就这个意思好吧 XDR可以这么理解 实现能够更好的实现安全的自动化运维 因为如果说他人工去做 如果他里面有大数据分析啊 就帮你数据分析这些东西啊 人工在大型网络里面这么多数据员的分析基本上不可能的 一定需要有这种安全自动化运维的技术来帮你自动的帮你分析数据 帮你判断攻击的可信度 然后自动的帮你来提供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XDR肯定是需要AI的啊 这肯定是需要AI的啊 好 这些呢应该说呢都还算是传统的 只是有升级 但是SARS应该是一个更新的一个方案 SARS也不是个产品啊 就像就像你说应用安全是个产品叫Y XDR呢其实也有个产品叫SecureX 然后中国安全呢里都能说上一个产品的名 好吧 SARS呢不是一个产品 SARS是一个云端的安全解决方案 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产品 特别是SD1 特别是SD1 思科的DRP其实就防火墙就能实现DRP啊 数据防溜失是吧 那个防火墙就能做 防火墙就是DRP 没有一个专门的产品 但是思科的防火墙就能做DRP基本上啊 SARS我来说一下 这是一个你可以认为是一个 云时代的一个更新的一个解决方案 好吧 对这个这个这个我有读书啊 这也读书 我读了好多书啊 我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啊你看啊 哎 啊SARS啊 SARS有一个读书 我记得我我应该都读过啊 这这几个好几个我都读过 你们可以看一下有我我讲的 这里边讲的 啊这这这这这里边讲了一个啊 我也讲过 这第四期 我是读读书 欢迎的 这是这个SARS啊 你们可以有时间可以去看看 而且我搬了两个啊 YouTube上面也不错的视频 好吧 SARS你们可以看看啊 我先给你解释一下啊 SARS是一个云时代的解决方 我简单给你理解 他一定要他他一定要sd1 啊最近我的vip也讲了很多sd1的东西啊 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是这么个东西啊 首先呢你需要有sd1 这个sd1是需要需要的 sd1好吧 然后是这样的啊 就是以前我们这些防火墙 想想啊 以前我们这些防火墙的应该都是在公司内部有防火墙 分支有防火墙 我们中心有防火墙 是在我们的地方有防火墙 你可以认为是这样的啊 首先呢sd1能把你的pc客户里的sd1 能把你的这个数据中心连到sd1 能把云 连到sd1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云时代的网络基础架构 首先你要了解 你可以认为sd1示范是个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就是传统时代我们的基础架构是交换机和录物器啊 通过交换机和录物器把我们传统世界传统it架构里面的这些资源都通过我们传统的交换机和录物器给连接在一起 这是我们传统的网络基础架构 你可以认为sd1是一个云时代的网络基础架构 通过sd1能把我们的云端的资源连到sd1上面 能够把我们的数据中心 我们的私有的数据中心连接到sd1上面去 我们可以把pc也连接到sd1里面来 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sd1是一个云时代的一个基础架构 通过sd1把云时代的这些东西把我们的私有数据中心 把我们的云把我们的远程办公用户都连接到sd1上面来 然后通过sd1就能够他们能够连接在一起 好前提要有sd1 然后以前我们的防火墙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以前pc要访问云的话 很有可能你要控制的话 你要让他去到公司的防火墙 然后做控制之后再去网云 是吧但是这明显就是没有太多的效率 哎我的天我怎么把它给全部删了 sd1 sd1 这是云 这是你的数据中心 这里dc 然后这里pc 好 以前我们的防火墙我们安全产品 一般来说都是位于我们自己的数据中心 我们的总部我们的分布这种地方 以前流量需要引过来 然后进行一些控制和管控 然后送到云端这个是没有非常没有效率的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更多的可能就是防火墙集服务 就是说你进到这个sd1之后你可以认为sd1是一个云端的交换机 通过云端的交换机 把大家连在一起 那么同样的 那么你可以认为上面有防火墙集服也就是说呢 你被连接到sd1连接这个交换机也连接到了云端的一个防火墙上 注意啊云端的防火墙 云端的sd1把大家连在一起 然后呢sd1呢当然就就只是一个连接 他没有安全功劳 所以呢 那么也可以在sd1上加一些云端的防火墙功劳 但是的话你只要接到了云端的sd1 接到了云端的防火墙上去 然后通过云端的防火墙的控制直接去进云啊 进到里的私有数据中心 ok 比如说呢里面有CASB就专门的 比如说CASB干嘛呢 就是说当你访问 这是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云端的公有云的一个安全控制机制 比如说你访问云端的Office360 你访问AWS给你提供的一些SARS服务的时候 一些SARS经典的一个SARS 不是SARS啊 SARS服务啊 一些经典的SARS服务的时候 那么可以通过云端的CASB 来对你对云端的Office360 或者做一些经典的办公软件的时候 访问的时候做一些安全控制 可以见吗 我觉得至少应该就是 SARS解决方案至少应该有 sd1做连接 vpn vpn sd1vpn vpn就说远程拨号 您信任啊远程拨号这一块 这个肯定要有 防火墙 这个防火墙呢基本上是传统防火墙 基于网络的 基于端口的 基于应用的防火墙 那么CASB呢 是专门基于云端应用的不一样啊 比如说 比如说Office365啊 然后呢比如说一些 国外的经典的那些财务软件啊 办公软件啊 它是对专门对云的应用 做管控的一个安全产品 可以见吗 ok 那么就是这全部这一套加在一起 叫SASI 好吧 所以说它不能叫做一个产品 那是SASI不能叫产品 叫做一个解决方案 好吧 一定是在SD1的基础之上 然后呢 把这些防火墙啊 把云安全产品呢 把vpn呢 把这些揉在一个大解决方案里面 专门为了云时代提供一个全套解决方案 这个玩儿叫做SASI 对相当于就是说 把我们传统的一套东西 都通过SD1连在一起都放到了云端 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这就叫SASI 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好吧 所以说SASI它不是一个产品 你不能说什么产品叫SASI 这是一个整体一个方案的一个东西 应该今年我们 我现在在讲F5 然后预计呢 下一个F5讲完 就应该要做SASI 我们可能会讲好几个SASI在一起讲 比如说我们应该会 FATA的 SK的 还有Dscanner的 应该都会涉及到 我们会专门讲一个 SASI的解决方案 我们现在属于云时代吗 那必须属于云时代 还不 这还不属于云吗 现在这么说吧 现在安全厂商 如果说自己都没有云的解决方案的话 你还 就别卖了 好吧 你就别卖了 你东西就别卖了 好吧 当然我知道中国的云还比较落后 相当的落后 我反正是这么觉得的 但是现在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现在更多的东西 特别是国外 更多的还是在公有云上面来找的 好吧 应该说 我这两年应该很多的工作都在 都在研究公有云相应的各种解决方案 VipTunnel对 就是SK就是这个SASI解决方案 就是用SK的VipTunnel 然后把刚才的Umbrella 然后SK的防火墙全部都整合到云端 叫SASI 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OK 云绝对是主流趋势吧 好吧 现在还存IT架构吗 传统IT架构 我觉得这东西玩不了几年了 好吧 所以有些人 在学路无交换的时候 还在学那些 那些 对吧 我就想说这东西还有几年吗 可能也就 那个意思吧 好吧 所以现在应该是有 比如说现在我们讲 我也讲AWS的公有云的东西 微软云的东西 去年讲了AWS 前年讲了AWS自重化 去年讲了AWS的网络 AWS高级网络 然后呢 今年准备讲AWS的安全 然后呢会讲SASI 这一套解决方案 反而反而我的VIP就是研究一些这些比较新的技术 OK 我不知道你但你就算你像你就算学路无交换 现在是不是应该选SDN了 现在是不是都应该SDN SD1 对吧 那种纯传统的 反正你可以自己想想 好吧 纯传统的 就是说 现在肯定是 就算是网络 也应该SDN SD1 自重化 是吧 是吧 这个这个没毛病吧 是吧 自重化 SDN SD1 自重化 云 公有云 云解决方案 是什么意思吧 就现在就是个时代嘛 对吧 现在还是那种传统命令行 敲命令行 敲路由 可能也就那么个意思了 好吧 好 那个 好 这个差不多 就是我觉得先把这个大品内 我先给大家说了 好 这个时候你回来基本上看起来就稍微 舒服一些了 首先这是终端安全 就包含了 邮件安全 多元素认证 然后呢 包含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Secure Client Secure Client 有VPN 有准入 有这个威胁防控 等等等等 有SUS的解决方案 等等等等 四个这个牵沿 牵沿 牵沿我也讲过 你们可以牵沿 牵沿 这是四个的收购 这玩意挺牛逼的 叫四个的牵沿 他收不出来吗 这个我应该讲过 但是这个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B站的搜索问题 这应该是B站的搜索问题 这B站搜捕出来什么正经的 这个牵沿应该是我以前也做过一个一个进化论 这牵沿是 这个四个也很牛逼 这是云端监控 就是说如果说你想测试某条国际电路 比如说像中国到美国的国际电路 你想从哪儿 它可以给你提供云端的很多很多测试节点 你可以从云端的测试节点 你可以去购买四个的云端的测试节点 让云端测试节点帮你做测试 千年 这个千年还是挺牛逼的 千年 四颗有云 四颗有云吗 四颗什么叫云 你说公有云吗 四颗当然没有 没有 但是四颗为云提供产品 四颗没有云 云 牛逼的就只有 两个 我认为牛逼的只有两个 一个是AWS 一个是微软 这个我 我VIP都会讲 但技术上牛逼的主要是AWS 微软其实也很牛 我应该说微软的市场很牛 但是 微软耍流氓 微软耍流氓 因为微软 他有他的office 他有他的域 他有他的SaaS平台 而且他现在捆绑销售 所以说 AWS有事也没字 好吧 AWS技术上是领先的 但是微软耍起流氓来 你也没字 好吧 思科的产品 什么叫主 就是 你这个说法就很奇怪 这什么叫做 思科的产品能够组成 私有云吗 私有云 什么叫私有云 那这个说的很奇怪 私有云 有 至少思科没有系统 好吧 好 再说一下中多安全 就是 思科的身份认证 双元素认证 中多安全 这一块 网络安全呢 其实还是比较经典的 比如说防火墙 IPS 他的网络 SDN SD1 这一堆东西 OK 应用安全 应用安全其实思科这块 应用安全还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 邮件安全 还有这个上网的一些应用安全 其实专业的网约安全 其实我不认为有 我不觉得他有 好吧 应用安全这块应该思科最近 有收购产品 最新收购的 这个我确实没有见过 这最新收购的 专门做应用安全的 如果说不包吻他 反正我认为思科并没有什么应用安全的东西 CQX呢 就专门做安全自动化 用为日子分析的 OK 好 这个 你看看零信任吧 零信任再说不定 零信任也是属于一种 概念 或者说一个解决方案 其实你会发现在中国 现在说自己是零信任 基本上就是VPN 好吧 基本上就是VPN 零信任其实包含什么呢 你看啊 首先至少吧 当然VPN肯定得有 VPN肯定肯定得有 然后呢 还有这个有线无线的 DOTX的认证 就是你VPN的远程播号 竟然要认证 零信任什么都要认证 将来什么都要认证 你远程播号竟然要认证 然后呢 你有线接触要认证 你无线接触要认证 首先这三个你先要认证 是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就是 你对你的内部的流量 经营有效的分析 确认这个流量没有异常 还有呢 除了客户认证以外 其实还有什么呢 就是 还有就是应用之间的 应用之间 一个应用访问 另外一个应用 他们之间也是需要认证 然后也是需要加密的 好吧 这个好像时刻没有什么应用安全的东西 应用和应用之间 服务和服务之间 也需要加密 也需要认证 这也是零信任的一个范围 好吧 OK 其实就可以用那个容器的 那个网格服务 那个东西能够实现 就是 服务之间的一些认证 服务之间的安全 OK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在中国 基本上说零信任的 你简单上 我就是VPN就得了 好吧 VPN 当然我觉得至少应该包含 3A VPN 有线DOTX 无线DOTX 然后如果再说了一多的话 就是 这个 微隔离 对吧 然后呢 微服务之间的那些 服务和服务之间的防控制 一些流量加密 SteelWatch的这个流量分析 基本上我觉得大概应该 零信任是一个概念 其实也不是一个产品 注意啊 零信任这个概念 依然不是一个产品 就跟那个Sase一样 Sase也是一个解决方案 也是一个概念 也不是一个产品 好吧 零信任也是一个 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说任何东西接近来 要有认证 任何一个东西访问 另外一个东西也都需要认证 不管这是客户访问什么 还是一个应用访问 另外应用 一个服务 访问另外一个服务 都需要做认证和加密 认证甚至和加密 OK OK 这是零信任 OK 国内 国内我不知道哪个好 我也不知道 好吧 然后呢 应用 应用 这一块呢 司科看一下 应用优先的架构 司科它的好处在于什么呢 首先它有 它有终端 比如说你 它终端就可以做双元素认证 然后终端这一块呢 它就可以采集你的流量 不仅能够从终端 它要装一个特定的一个插件 它能够去首先 能够从网络级别来监控你的流量 它还能够甚至能够从进程级别 来监控你的流量 就是能够知道哪个进程发起的这个流量 AnyConnect一个插件 AnyConnect一个千眼的插件 就是司科该不是有千眼吗 有个我记得是有个千眼的插件 AnyConnect一个千眼的插件 它就是说能够在这采集里的网络级别 甚至应用级别的这些流量都是可见的 过防火墙呢 防火墙也可以对应用基因分析 SteelWatch通过Netflow 也可以对应用基因分析 然后司科服务器有它的杀户软件 有它的杀户软件 杀户软件也可以对流量基因分析 而且应用基因分析也是可以的 好吧 然后呢这个是司科新收购的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但是但是呢 它是能它这说的是能够在应用里面装一些探针 能够对应用的一些操作进行控制 这个确实不知道 最近有时间我可以再试课 因为我今天看了它有试用 这段时间我有时间可以研究一下 它的它怎么在应用里面插入探针 然后对应用基因可视化的 其他这几个我都玩过 就这个应该是才收购的 申请服务应该最近我们要讲一个产品 因为因为下周我们可能会做一个 一个宣传课 因为最近我们 我刚才讲的是教主VIP 我讲的东西呢 都应该是一些国外的一些领导者象限的东西 然后呢 下周呢我们应该会对我们的前一趟VIP做一个介绍 最后前一趟VIP 前一趟VIP呢 主要介绍一些国内的厂商的一些产品 那么近期呢我们应该会做两个产品 一个是深信服的超中和 还有一个是齐安信的防火墙 应该两个应该都会都会上线 前一趟VIP不是我讲的 我不讲前一趟VIP 但是是我管理的项目 就是整个项目是我设计的 教主VIP是我讲的 教主VIP是我讲的 好吧 好 远程办公 远程办公基本上也是 VIP客户端 AnyConnect SteelWatch这种分析 防火墙 身份认证 双元素认证 然后呢 数据库呢 源自于这个ADU 各位应该有感受啊 各位林波VPN用的账号 连内部系统的账号 登陆VCenter的账号 都是一个账号 为什么呢 因为 你看啊 你们你们维频拨进来 其实就用到了AnyConnect 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防火墙 其实就用到了我们ISE 其实就用到了我们公司内部的微软域 好吧 就说你们 当然 你们可以感受这个效果 然后呢 其实呢 在我们整个CCNA Security 2023 最后我也会帮大家实现这个实验 有AnyConnect 有防火墙 有ISE 域就没有了 就就没有微软域了 但是我们的NP阶段 会讲到微软域 相应的东西 好 这就是它的SASE SASE你看啊 刚才我说过 SASE是一个解决方案 首先呢 需要有一个SD1 需要一个SD1 然后呢 把你的私有云 把你的数据中心 把你的客户都连接到云端 都连接到云端 通过SD1 通过云端连接在一起 然后呢云端给你提供DNS安全 防火墙 网页 网页安全 和云安全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它的一个SASE的一个解决方案 SASE解决方案 基本上大概就这个意思 就是相当于你可以认为 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以前这些安全产品是在私有云里面 私有的数据中心里面 现在呢因为那个利用效率不高啊 比如说你要去控制自己的客户 要先拨到中心 然后呢中心再出来访问云 这个效率不高 所以现在更多的方案呢就是说 先我们架一个基础架构的SD1 把全部都连在一起 然后呢在这个SD1上面 我们我们就架设这些 这些安全技术 安全产品 你可以自建 注意啊 你可以选择自建 你也可以选择就是 我不自建了 我不自建啊 全套由四科给你提供云服务 啊就是说这就是中间这一套 就是我不想建 就是我 我可以自建 我也不想建了 我不建了 我就你你都给我提供吧 你给我开张号就行 我给付钱就行 都可以啊就是 这种云的解决方案既可以 一般来说啊 是既可以私有化部署 也可以就就是不用了 就全部都云端解决就得了啊 啊 这是安全客 我刚刚刚说了有 就是你 现在大家应该装了一个客户端是吧 没拼客户端是吧 没拼客户端是吧 其他有还有 有线无线DOTX客户端 准入 对 主机进行评估的客户端 有 杀毒客户端 有它的 Umbrella的 杀谁客户端 它是一个全套的解决方案 好吧 这是你的 anyconnect 现在叫secure client 是一个完整解决方案 XDR XDR是叫secureX这个产品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能够从各种云端网络终端应用收集数据 然后帮你分析 帮你实现更好的安全自动化用来 反正就是什么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这些东西都有 好吧 OK 这10个ESA 专门做邮件安全的 就是什么病毒软件 勒索邮件 这些都帮你防了 好吧 ESA 这是我们考试范围 要去介绍你如何去处处化它 然后如何去设置一些邮件安全的策略 好 这个图跟我们考试有点关系啊 就是相应的产品线 思科现在 我们应该是明天讲防火墙 现在防火墙已经改名字了 它统一管这玩意叫secure firewall 其实就是以前的fire power 明天我应该还是用fire power这个名字 好吧 那么叫secure firewall 其实就是以前的fire power 那么这个是我们一个考试范围 OK 好 云端的沙香 和umbrella 其实这并不是考试范围 这个并不是考试范围 ISE 这肯定是考试范围 这是我们的3A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SteelWatch 考试范围 考试范围 我以前有课讲过这个东西 SteelWatch考试范围 物联网 有专门的公控 公控网络 公控网络物联网 这个并不是考试范围 好吧 这有专门的防火箱和物联网管理的中心 然后这是数据中心防火箱 数据 但是数据中心防火箱 就是防火箱的一个升级板 而且性能更好一些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区别 中断安全会比较多一些 包含 AnyConnect 这是要考的 邮件安全 网络安全都要考 这个杀核不考 但是这个杀毒软件要考 杀毒软件是要考的 杀毒软件是要考的 DU也不考 多元素认证也不考 但是呢 这些东西应该我都讲 DU我讲过 杀核我也讲过 Umbrella也讲过 应该都讲过 好吧 就是我的你可以看看我的进化乱 我的B站上应该都有 好吧 但考试呢 考试 CCIE现在还是最经典的几个 防火墙 3A 流浪分析 中断安全 网易安全 邮件安全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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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是主打的 最重要的就是 还是经典的防火墙 VPN IPS 3A 中断安全 邮件安全 网易安全 就这一套东西 考试主要是这一块 CCIE安全 考 注意啊 你 你这么理解 现在这个ASA 看这个图 看这个图 你可以这么认为 现在ASA是四颗的VPN产品 看一下 你看这个图 这是我们的FIREPOWER防火墙 然后这是一个DMZ区域 这接了我们的ASA ASA在我这个CCIE security里面扮演着远程拨号VPN的设备 OK 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这个ASA还是非常好用的远程拨号VPN设备 在考试的时候大量的考到ASA的VPN 防火墙的东西呢也考但不太不会太多 好吧 ASA是一个考试的挺重要的东西 FIREPOWER的功能不能覆盖ASA吗 VPN这一块还不行 ASA还是VPN还是比较牛逼的 OK 这么说吧 其实四颗的FIREPOWER还是被人诟病的 用起来很慢很不舒服 说实在的 其实很多人还怀念ASA ASA非常的稳定 好吧 而且ASA的VPN功能非常的好 好吧 ASA非常的稳定 说实在的 所谓的下一代防火墙的功能 很多人你不一定用得上 但ASA非常的稳定 防火墙功能非常的好 好吧 FIREPOWER有时候被诟病的很多 说实在的真的 而且我顺便再给你说一下 有人在群里面说 我们公司要做100个SVPN的拨号 像便宜点 应该买什么呢 也就是说买各种各样的国产产品 深信服 怎么怎么样的 100个 那那多少钱呢 那就那可贵了 那国内的那对吧 我说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案 100个是吧 淘宝买个二手 二手的带授权的ASA 500块钱应该差不多搞定了 特别靠谱 这么说吧 各位拨上来 我这个ASA 我觉得也差不多100个人并发 也差不多100个 好吧 我的ASA就是二手的 我不会买 我不会买全新的 好吧 我的ASA就是二手的 差不多也就五六百了 好吧 贼老靠谱好吧 所以说呢 你相信我 你不要鄙视二手四颗设备 好吧 贼老 贼老牛逼 贼老稳定 好吧 二手设备依然很稳定 相信我 而且还很便宜 而且还不要授权 所以如果说未来各位想便宜点 搞一个微信解放案的话 我强烈推荐你一定要买ASA 你不要鄙视二手 他且不坏呢 他不会坏的 相信我 好吧 所以有些人说买国产的产品 你买国产的产品干嘛 那么贵 好吧 ASA相当靠谱 所以说你要 你一个远程报道微信解放案 现在四颗 其实也是ASA更多的 可能 我觉得你买ASA的话 更多是买个微信产品 拿它来做远程报道微信 相当靠谱 非常稳定 好吧 二手也相当靠谱 我建议你如果说你要省钱 就买远程报道微拼的话 就买二手ASA 你觉得不稳定 买两个 做个高可用性的 贼老靠谱 好吧 你不要考虑国产的 没有用 都不靠谱 不仅不靠谱 而且还贵 ASA既靠谱 还便宜 还稳定 好吧 好这个物联网这一块 就是思科有全套的企业网 也有全套的物联网解方案 那么都可以用它的防火墙 用它的3A 用它的CUOS 来监测流量 3A来做准入控制防火墙 来对流量进行管控 好吧 它有全套的物联网 我记得 我记得我的这个Python的课里面 就讲物联网这块 思科的容器技术 物联网技术也应该在我的Python 这种话语为里面的也都讲 OK 好 那么我们先休息10分钟 然后呢 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 防火墙的基本概念 刚才呢 我们的产品 基本上就给大家过了一遍 好吧 大家能够了解一下思科 这个全面的 其实更加偏向于云时代的一个 安全解决方案 我觉得这个图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吧 我们歇10分钟 然后回来 我们来开始介绍 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部分就是 为什么需要安全讲完了 高大上的思科的产品线也讲完了 现在我们需要更加实际一些 我们来讲我们的防火墙的基本理论 我们先10分钟 然后回来继续讲 好吧